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霸奥运冠军 让各界的焦点再回到里昂的母校基隆高中 当年争取新建的国家级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 目前的进度卡在国发会 因此各界都呼吁中央能够尽速推动早日落实 这个现在目前我们基地的一半是做我们校内的同仁的停车的空间 但是我们基地的前方目前是我们的八堵里面活动中心 画面上是基隆高中旁边靠近八堵路的一块大平地 大部分是停车场 而这个就是基隆高中规划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的预定地 所以目前整个基地的一个 不管是环境啊 或是其他的因素来讲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只要等待中央核定 我们大家就可以在这处处理了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基隆市 我们的谢市长跟我们的这个议会 我们的同志委同一长 昨天也提到不约儿童提到说 这个女权训练中心希望能早日来促成 那目前这个训练中心是因为它的规模量体还蛮大的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大概它占地的基地大概6700平方公尺 我们希望能够盖出大概有12面球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面积的 所以教育部那时候就把我们这个案子纳入到重大的公共建设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也不包含 不只包含我们这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场所 也包含了像我所知道的像自行车啦 或是滑冰啊等等的这样的 所以目前在教育部整个计划呢 已经送国家发展委员会去做审查 在林洋佩拿下奥运羽球冠军二连霸的热潮下 针对基隆高中的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计划 基隆府会各界都相当关心 基隆市长谢国良回应媒体的询问时 也再次表达他对这个计划的关切与重视 国良作为基隆的大家长 也借此向中央表达 希望早日核定羽球训练中心 能够让这个中心依照计划 114年进行规划设计 1156年进行施工 并能够在116年底能够顺利启用 除了提供基隆中学及三级连贯选手训练空间外 也能够成为青少年 潜优选手培训交流 酸熟场地 培训空档也可以作为国内的竞赛使用 甚至假日也可开放让市民付费的来使用 我想基隆高中羽球训练中心的建设 因为这一次的林洋配再度拿到金牌 而再度的露出曙光 希望中央的长官能够响应我们 李洋教练郑永成的一个请命 尽快的能够核定这个羽球训练中心 让台湾以及基隆的这个羽球环境 都能够更加的提升 谈到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的重要性 基隆高中表示李洋的教练特别提出一个重点 就是他观察到我们的羽球选手夺牌的年龄 比国际上慢了三到五年 显示青少年羽球的训练非常重要 我们在奥运场所 我们这个金牌站 我们李洋跟王岐霖大概都28 29 他们的对手大概都23 所以如果能在青少年这个阶段里面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培训 对于整个的孩子来发展来讲 会是一件好事 当然我们虽然我们当时是争取在我们的这个 基隆高中 但是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以基隆高中专用的场所 我们其实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是要协助我们整体的这个台湾的羽球发展 做一个培训 所以像下礼拜我们学校也会跟这个中华语学合作 让潜优的这个羽球的那种国手 U15U17在我们学校做一个交流 那将来这个羽训中心 这个羽球训练中心也是在做同样的工作 可是因为它的场地空间更为宽大 它有12面的球场 所以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能量来讲 或是交流能量更好 那第二个呢是基隆高中 在基隆地区 那尤其是羽球来讲 是一个三级的一个训练战 是我们的基层训练战 那我们也有责任 让这个三级的衔接能够做得更好 这个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的兴建 对于基隆高中 全国的青少年 以及基隆在地的羽球运动三级衔接 都非常的关键 如何早日落实 有待地方跟中央一起努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推出全国首创的亲子照护平台 LINE线上咨询服务大受好评 为了因应超高龄社会长辈的需求 再次首创基隆长辈照护平台 同样由医护人员提供24小时的 即时线上咨询 打造有爱的照护环境 画面上是市长谢果良 和卫生局长张贤震 在记者会中宣布 近三月份首创全国第一个 亲子照护平台之后 再次首创基隆长辈照护平台 由医护人员提供24小时的LINE线上 即时咨询 守护长辈的健康 基隆长辈照护平台 就是希望能够让长辈在夜间的时候 在假日的时候 以及他在需要的时候 他有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 即便他也看了医生了 也可以再问一下 大家及时广益 对长辈们的健康做出最好的判断 而且我们这些医生跟博理师也很专业 问问一下 你去年糖分有最高的 今年要再去减车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 除了在这个即兴的问题 能够提供资讯 那这个WACARE的团队 他们在这些慢性照顾 跟长期照顾的部分 也会在后续 有些个案当天问题 没有直接解决的时候 会再安排各管事 帮我们的阿公阿嬷 又给你追踪 说那天跟你讨论的 有点好吗 叫你还回去减车 有去减车吗 据了解 市府日前首创的 基隆亲子照顾平台 使用满意度相当高 已经有其他县市来询问取经 市府相当乐意 提供经验分享 像这样子真人能够及时 然后针对每一个个别性的问题 去做了解 做出一个最好的照顾的建议 那我们不只是在亲子的时候 是全国第一 在长辈的时候也是全国第一 那其实在我们的亲子照顾平台 推出之后 我们之前有跟市长报告 也有一些其他县市的地方政府 有来跟我们做相关的咨询 他们想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做成 那他们未来 不管是在亲子 或者是在长辈的照顾上面 他们有一些地方政府 开始来取经 然后希望有一些经验 作为其他县市 未来再推动的参考 他是真正的医生 就在线上 以及他的护士医疗团队 来为大家来解决 大家线上的一个健康问题的咨询 这是第一点 那局长刚刚提到的是 有其他县市有看到了 那也觉得还不错 那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也很乐意做这些资讯 跟我们到目前未来的 学习经验的一个分享 基隆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 市长谢国良说 未来将透过各社区 推广这个基隆长辈照护平台 让长辈和家属 能获得及时的健康咨询 打造有爱的照护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基隆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在立委林佩祥的争取下 2088B路线 加开清晨6点40一个班次 加会住在中正区 及信义区的通勤族 8月6号清晨6点40分 立委林佩祥和助理 亲自从中正区调和街 幽和台北村社区站上车 搭乘向大都会客运公司 争取到2088B路线 最新一个班次的客运 林佩祥强调 如果这个班次的 搭乘状况好的话 将继续再争取 加开一个班次 今天佩祥很高兴 能够顺利成功的 把2088B在6点40分之后 增一班 那主要能够增班的原因 还是因为我们还是一座 还有办公室的黄秘书 长期在深澳坑附近的站点 跟我们庄子林里长 跟我们朱志伟里长 合作了解需求 所以今天我也在这边 特别要感谢我们大都会 我们大都会的里总经理 还有我们活梁市长 能够愈预成这个2088的增班 那佩祥今天早上6点40分 从始战开始 去搭乘这个班车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15个人 在女中站之前登上车 所以这一点就表示说 2088B这个增班的 这个增多增的班次 是一定会受到我们私女朋友们 没有我们欢迎的 倘若未来这6点40分的班次 能够客满的话 贝翔即将会去协调再增一班 让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尤其在深澳坑地区的居民 能够顺利准时 方便的搭上车 然后让他们早点能够顺利上班 也早点能够回家 感谢我们这个林佩祥委员 那这个我们从这个2088B线 深澳坑线从无到有 然后从有呢 现在一步一脚印的 让它变得更好 那我们感谢委员 那今天呢就能够再增加这个班次 这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刚刚我们这个大都会的 旅总经理呢 也有讲说 如果说客满的话 还会再加 这个听到的话 就真的很开心 那已经接受到 庄婉林里长的那个通知 那我也是一早就会去调查说 我们车班足不足够 人员足不足够 那经过调查 的确是需要了征班 那也立刻请配偿委员 这边做协助 才有今天能够有 2088B6点40分的征班 也很感谢市长的帮忙 做这边的协助 随后立委林佩祥也和市长谢国梁 以及市政府交通处长王俊宏 和市议员何淑平 以及大都会客运公司等人 在基隆女中站会合 向搭乘2088B路线的通勤族 宣布这项好消息 林佩祥也感谢市长谢国梁 和市政府交通处的大力帮忙 让这个班次可以顺利加开 方便通勤族 2088B征班 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有通勤民众向议长同子委反应 成绩转运站内的优游卡机 加值功能不方便 因此同子委特别邀请交通处人员 办理会开 希望可以尽快改善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子委 拿着优游卡 试着加值 不过不被允许 因为加值的功能 只能利用旁边另外一台加值机 基隆市成绩转运站 启用后造福基隆的通勤族 不过有年轻的通勤民众 向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子委反应 站里面的优游卡机加值功能 相较于台北市并不方便 因此同子委特地邀请市政府交通处人员 办理会刊 希望可以尽快改善 也增加机台服务通勤族 可是有很多小细节 还是让通勤族很辛苦 所以我们特别办这个会刊 因为通勤族太多人 我们特别来办会刊 希望交通处赶快迅速 来改善这个加值机的问题 那我们刚刚 因为很多民众反映说 我们进来没有办法加值 那很不方便 因为你看我们小时候搭车的经验 就是你要跑去Seven 把那个悠悠卡 确认一下多少钱 再去搭客运 在国光客运站那个时候 大家都有印象 那现在如果还是这样的状况 我想这个已经有一个转运站了 然后就是有一些细节的运作上 希望可以运作得更顺利 让市民的通勤的时间更方便 他可以进来吹着冷气 赶快逼加值 任何的状况都可以马上来上车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也说明 已经请负责营运成绩转运站的公司 尽快处理 其实在整个转运站里面的一个 悠悠卡加值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本来的一个月潭里面 就有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那因为我们要再优化更多的服务 服务更多的民众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有紧急在 像悠悠卡公司呢 这边再多掉了一台加值机 那现在目前加值机的部分呢 已经厂商呢 已经有跟悠悠卡这边订完契约 那后端的部分呢 因为需要还要再跟金管会 申请一些就是金流的一些程序 那金管会这边的程序OK之后呢 其实这个加值机就可以立刻的对外开放 那有关于就是可不可以再增设加值机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当然也会积极的在跟悠悠卡公司这边来进行一个协调 通知卫也希望转运在里面 每个客运后车位上面的标示牌 可以改为电子式的看板 应该会更好 大家看到这个牌子没有 1813台北车站 1800中轮等等 这个牌子我觉得 因为我们现代化的这个转运站来说 应该要用电子看板 因为这个感觉还像小时候的客运站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喂 苏西啊 你怎么还没到嘛 我们三缺一了 再等你一个 你在引法据点 蛤 引法据点是什么 基隆市引法人才服务据点 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 包含求职登记 个别化咨询 履历见诊及就业没合 就业前准备课程 交流研讨会 真才活动 职场体验等各项活动哦 引法活动 世代共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Og Kansas Studio 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先侶当新人的一种感觉 - 出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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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席 - 出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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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 你被擋住了喔 - 好 我來把它翻開 - 我來把它翻開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悦一样 想要进出的时候 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 我们7月1号开始 有一个盆栽整结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角压 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 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角压 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盆栽摆放药 不妨碍交通 不自身蚊虫 不自造脏乱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结哦 哇 这款酒好美又特价 刚好可以买来下周末的舞会上喝 等等 在网路 邮购 自动贩卖机 无人商店等地方买卖烟酒 没办法知道买东西人的年龄 所以是禁止的哟 什么 还要罚钱 一次有烟酒为依法贩售 可拨打检举专线 0800-867-890 还有还有 购买酒类时 酒瓶上有这个优质酒类验证的标章 就会更有保障哟 网路经销烟酒 优质酒类验证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基隆知名的中正公园228广场 最近公务率遭破坏 这几天又有观光告示牌 遭人恶意击破 导致破损严重 一起来关心 10年前就二分之一的地方缺了 对 这样子过来的吧 这样过来的 民众气嘴巴舌围绕在告示牌前 仔细一看 原来这面观光告示牌 下方怎么破个大洞 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大家在这边那么快乐 为什么要把它破坏 那好好的东西 怎么会公家的东西 怎么会撞坏 我们说不会把那个放下去 我看还是刻意的 因为人家市政府这么规划 这么用心 难得 来这边不要轻易破坏到公务 遭到破坏的观光告示牌 就位在寿山路228公园对面 地面上留下残破的压克力 实际拿起来比对 压克力相当厚重 除非有外力撞击 否则很难破坏 应该是压克力的 它一定是重击 而且好几次才有办法把它撞坏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蓄意破坏的 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是蛮可怕的 那差不多两个月前也有那个木栈道 不管是被撞坏的也好 或者是被蓄意破坏的话 我们是希望市政府能够在这边装设监视器 来到中正公园228广场前 不只观光告示牌破损 一旁的木栈道上一月遭到车辆开上去压坏 事后市政府公园管理科调阅监视器 才发现周边没有监视器 找不到凶手 那边有一排大概有一半全部都断一半 那一定要是用东西不知道是怎么样 重物 对给它敲断还是怎么样 假日都有在那边运营 回去的时候就从这边点过去 就快掉了 有关228艺政公园那边的指示牌 那就是今天早上接获民众跟艺人这边的通报 那我们马上去现场去确认 那看起来像是人为的损坏 那这部分我们已经有跟警察局确认说 那个地方到底需要设置监视器的这部分 上个月有发现说228公园那边的木栈道 也有被疑似车子压坏 那这部分我们也有厂商那时候也设临时的组置 那已于这个礼拜修复完成了 用来指引观光动线的告示牌遭到破坏 由于是制定规格 价格不便宜 加上没有监视器 市政府求藏无门 市议员吕美玲建议警察局 尽快加装监视器 别让228公园在夜间成了自安死角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而金融新极点 中正公园儿童游戏场刚启用 就有民众反应 这个游乐设施的速度太快 栏杆出现缺口 楼梯勾低差过大等问题 市议员郑文提许瑞慈及陈怡联合办理会刊 要求市府赶紧改善 多发处也现场承诺会尽快处理 两位议员实际坐上游距体验 却发现转速太快 担心小孩会摔下来相当危险 那如果有时候小朋友他们一群嘛 他们玩的时候不记得要符号或什么 其实是会比较危险 而且小朋友喜欢玩转圈圈的游戏 所以这个可能最好稍微调整一下 不仅游距旋转速度太快 议员还接获民众陈勤 有孩子玩溜滑梯 溜到一半居然会卡住 甚至栏杆出现缺口 焊点凸起 楼梯高低差过大 因为毕竟这个地方真的高低差比较大 然后他们是认为这个本来是一个座位区 就有点像看台这个概念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怎么样让这里的安全性能够得到确保 我觉得还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小朋友一定会在这边移动 很明显那边看得出来阶梯比较小街 他们要移动是那个 可是小朋友他不能跑到那边去 刚启用不久的金融市中正公园游戏场 很受到欢迎 尽管是大热天 下午时段还是有家长带着孩子 前来体验新的设施 但有民众向民党议员陈勤 希望设施安全能够再做仔细一点 感觉可以设一个休息 对 因为家长可以在旁边看着 像现在的话是还好 但如果真的是到正多的时候 小朋友跟家长如果都挤在那边的话 可能会比较危险 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验收的时候是不是这种缺口什么的都要补足 那造成小朋友如果万一化伤了 是不是都有二次危险 那既然是亲子空间 那更应该注意这些小细节 一个希望之秋除了给小朋友娱乐的空间之外 也可以让父母有一个休息的区域 虽然小朋友是跟父母之间 要有保持一个一定的距离 但是现在目前现场看起来 没有父母的一个休息空间 有家长反映说 其实这个墙壁这个矮墙有一个钉子 然后隔天我来看 然后就马上跟工业管理科讲 那他们也立马把那个钉子拿掉了 其实陆陆续续也很多家长会发现 这边有一些问题 一座的意见我们带回去评估 那可以改的部分我们就先改 就是比如说胶条 怕撞到有一些比较尖锐角的地方 那个我们像胶条那些我们就先上 对安全一点 然后部分会刮手的地方 我们就先抹掉 对 市府突发出回应 这些缺失都会尽快改善 让孩子安全玩耍 也让家长放心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基隆中原季各项活动热闹展开 市长谢国梁跟轮值主谱的张廖简信 宗亲会代表共同点灯祈福 点亮海洋广场上的金融主灯 三 二 一 点灯 迎接中原季市长谢国梁和轮值主谱的张廖简信宗亲会 理事长廖大明 主委张通融 前议长张芳丽 和民政处长张约翔 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等人 共同点亮金融主灯 让海洋广场亮起来相当热闹 市长谢国梁致辞时 特别感谢宗亲会的用心与付出 我深深的感谢我们张廖简宗亲会 大家这么用心 你看把这个在这么气氛这么好的地方 那做一个这么隆重的点灯仪式 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月 有一系列的各式各样的活动 而且我们这一次除了在地的文化元素 我们保持以外 我们也增加更多外来的 然后让更多的厂品牌 或者是异业的结盟 也能够进入到基隆来 提供给市民朋友 以及观光朋友 更多不同的体验跟感受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发展 跟努力进步一个最好的例子 总之祝今天的点灯仪式圆满顺利成功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中长 对于这一次基隆中原季大家的付出 我相信除了张廖简中亲会以外 我想各个中亲会大家都 非常的认真付出 在这边先一举功 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市府一定会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之下 继续打造更好的环境 这场点灯祈福活动也结合许多艺文表演 吸引许多民众到场参加 市府表示 基隆中原季结合了历史文化信仰 艺文的节庆活动 接下来的一个月 欢迎所有市民朋友和游客 来到基隆体验这座城市的热情跟活力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由文化观光局策划的 青发战争140周年系列活动 特别在沙湾历史文化园区揭幕 市长谢国良感谢各界贵宾的参与 期盼透过系列活动来传递爱与和平 也感受基隆丰富的文化底蕴 点亮爱与和平之光 透过鸣炮启动仪式 青发战争140周年系列活动 在沙湾历史文化园区热闹揭幕 市长谢国良感谢法国站幕在台协会 跟多位市议员和里长共同参与 也感谢文化观光局江提梅局长用心策划 大家也进入第一次点亮的 青发战争纪念园区 欣赏艺术创作 今年是青发战争140周年 为了回应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以及见证基隆人在青发战争中的勇敢与建议 我们特别用爱与和平为主轴 规划了青发战争140周年 一系列的活动 而今晚正是系列活动的开幕式 140年前 基隆这片土地见证了青发战争的风火硝烟 今年我们用艺术和文化的形式 用爱与和平为主题 来回应以及策判系列的活动 青发战争140周年系列活动 包含了艺文展览音乐活动等内容 希望透过回顾历史 来传达爱与和平的理念 也共同来感受基隆深厚的文化底蕴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